马年央视春晚中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 半个月后这首歌曲再度登上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 在最受欢迎的节目排名中排名第一 2月20号这首歌曲的原唱王正亮出席某音乐盛典 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很幸运感谢宋丹丹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首先是其实《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首歌是10年的一首歌曲了 在13年大概是12年吧 然后我在丹丹姐家里聚会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大家在聊到关于时间 关于人生真的过得很快的这个话题的时候 然后我就弹唱了这首歌曲 当时冯导在现场他就煽然泪下 我们也没想到后来冯导会把它用在私人定制的这个歌曲里面作为 电影里面作为插曲 所以我觉得也是快上映了我才知道 所以觉得很幸运 这首把冯孝刚唱酷了的歌曲 在春晚之后也热度不减 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成为时下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 更在央视新闻联播以罕见彩蛋的形式 成为播出史上最温情的结尾 王正亮也一炮而红 他说时间也太不够用了 这首歌曲在创作完成的三年后才被广为传播 王正亮感叹说音乐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就是坚持 对于未来音乐创作的方向 王正亮称不会想着去超越时间都去哪了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正能量延续下去 我觉得你心里如果想要超越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在一个这么高的舞台 而且受大家这么关注的一个话题下面 所以我觉得从我的心态上面 我应该是延续这种亲情 我不能想去超越 我觉得把这种美好的正能量延续给大家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